上海的五金曾经有一次手机组织上 被压整上了 多少人的第一个手机是在那里卖的 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 第二个手机组织上来 所以不压整个贵贼 最广场的日子也有一个比方 只有贵龙上午 还是有一个顺其数字 让他进去空空 一只一层的富贵内度 得拧流外度 手机的附加商品 配件等还是蛮多的 在这边新的也好 手机的更新很快 所以奶奶二手手机生意应该不错 这个不会贵的 这个跟新的一样 电池也蛮好的 每个水机屏幕有副列 正好使用它丢一下屏幕 他买了一只副列台 火锅 稍微放了一只 水 要走 水 椒 поэтому她准备 PfIF 好想要吃 这算二十一代的 等一下 不贴一包奎 那模要贴一个吗 我不用了 有二十块钱 十块钱 我都不怕 你不怕 他把这个换拿去 他说要不然秀号给我 这是我,我说发现是一队的大伙伴 但是他们适合来卖身败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少店铺都关门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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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家数码超市 品种很多也很新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样的手机市场的存在 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上海不断在变化 不知道下次回忽是否还能来逛这里 总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